别打了 别打了 求求你们了 别打了 下规何人 有何怨情 明夫王婆子 家住新冠村 男人死得早 我与独子王川相依为命 儿子娶妻生子 本想是享受天伦 谁知道我那死鬼留下的地痞惹了祸事 以致我老年丧死 死而失忽 先用壮志成杀 状告京城孙家 霸占我天地 打死我儿子 甘请请天大老爷 减恶除减 为民府做主啊 你要为我做主啊 说减是如何发生的 一切到来 就在今年二月 孙父要见别院 相中了我家地痞 都在呢 我们这么些天 如今可有说头啊 爷 这地痞家不留下的 我不能别卖 不卖 不卖你还想在此地处备暗闻 来 跟我拆吧 拆 不能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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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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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了 别拆啊 不要拆啊 哈哈哈 它一定是身体有病 一定是 不要拆啊 走 走 走 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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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平 你 你有病啊 钱 怨我的 怨我的 就凭你也敢跟我们朝铁的一品大员 不自量力 滚滚滚 再不会有你好果子吃 滚 我儿子被他们打死了 又没人给我们做主 给我儿子唱铃铛 我老天爷呀 一派胡言 给我打 你一定会撒到胖眼哪儿啊 月光 月光 什么呢 大人大人大人 民赋要告状 民赋要告状 这股十日之后方可修好了 修好了你再来吧 那过瘾了 不会 我们是四处告官 想讨一个公告可无人敢管 大家都说 孙大人是好官 恳请青天大老爷为民父做主 我那冤死的儿子在地底下 也会感恩您的大恩大德的呀 大老爷 我求大人为我们做主 大老爷 小子 快给大人客头 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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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给我们做主了 大老爷 大老爷 你口口声声说是孙家的人 究竟是孙家何人呢 就是一个叫欢郎的小司领着人去的 欢郎 你确定叫欢郎 千真万确啊 就是他打死了我儿子 我儿子可是死到我的怀里的 大人啊 大人啊 可据本官所知 欢郎并非穷凶极恶之徒 大人啊 您是孙家的少爷啊 那些摇尾巴的狗在您面前 肯定是福寿天儿啊 可他们出了门是什么嘴脸 大人您是无缘看到的 名副来前啊 听说大人您是个好官 所以我才来雅府击谷 现在您要偏私了 这桩我们不够了 来 拿了您 这桩不够了 我们不够了 大胆 公堂至上 岂有你们放肆 这里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这这这这 若你壮志上所说都是事实的话 本官自会查明真相 还你个公道 桓郎跟随你多年 你相信他是这样的人吗 我心与不信都不重要 道案也不能单凭一面之词 我得先问过桓郎 才能知道里头的内情 也得派人出去重刹案件始末 我下单凭张壮志 尚且无法定乱 但愿不是 我下单凭一遍 四爷 怎么了 这么晚还不睡 找小的有没有吩咐 你自己看看吧 四爷 小的是冤枉的 您要相信我 这其中有内情 分明是那王川和王婆子 拿了我们的钱不走 有意讹诈 如今竟反过来告我 还有没有天理王法了 那日我们给了钱 便按限定的日子去收房 钱就揉了何时搬走啊 三十两 如今能把几袋粮食提个地儿 你们孙家家大业大 就拿这点钱大发人 当我们是要饭的叫花子呢 莫如我再给三十辆 银子到了 我们自然搬走 我说王大 你真是人心不足 车吞向 你这块地原只值十辆银子 看你们这 老的老 小的小 特地给你加了二十辆 三十辆银子 买你这块地 足足的了 如今你竟要狮子打开口 竟要要六十辆 那就没法了 贵妇竟然连雇车的钱 都不愿意给 我家老太太您卖 走不动道 只好再住下 三十辆雇车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那既然你们肯耐呀 你就把收下的钱还回来 我也好像上头回话 什么钱 你何时给过我们三十辆了 对呀 你什么时候给过我们钱呢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呀 这字举都在这儿呢 全身三十辆 还不够我们一架子塞牙缝的 花完了 要钱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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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再给我们三十辆呢 这块地皮任意处置 你要是不给呀 你就赶快走人吧 省得我再上衙门去告你 私闯民宅 你知不知道 你快走吧 来人 把这屋里的东西全搬走 送到点栏木点栏 又一会算一文 充够三十辆为止 抢到啊 我去把这儿 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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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抢住 抢住 你把别人放了 抢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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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 春儿 春儿 春 春儿 春 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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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杀人了 快来人了 快来人了 他们杀人了 快来人了 后来那脖子四处搞怪 人没了便想捞些银子 小的刑端作证 并不怕地诬告 只是担心带累了老爷的名声 叫外头人说嘴 倘若真如你所说 那王春儿的脑袋后面 必定有铁定枣树的伤口 找个我作品的验出来了 谁说不是啊 可那王婆子心多狠啊 说是吴前安葬一把火 就把王川的尸首给烧了 如今是死无对证 只好任那婆子无赖 你先回去吧 让我再想想 爷 您一定要相信小的 小的绝不会做出 那种伤殿害理的事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 我自会查清楚的 好 求请难大老爷做主啊 就是他 霸占了我家田笠 打死了我儿子 就是他 你血口喷人 明明是你收了银子以后 坐地起架 妄图敲诈存家 你可怜可怜我们孤儿寡母吧 你这是要把我逼上绝路啊 大人 您别听他们胡说 我有证人 证人 传 传大人 民妇臣氏拜见孙大人 臣氏 本官问你 你可亲眼见到了当日的经过 是的 大人 民妇就住在王婆子隔壁 那日亲眼看王婆子一家 胡搅蛮缠 收了钱又不认账 最后推推扫扫间 王川自己撞在了柱子上 并非是那些收地的杀了他 臣婆子 你都没良心的 我平日里对你可不薄啊 吃的 喝的 什么时候忘了你啊 你干吗这么害我啊你啊 我 我 祝你 我 你个狗东西 我那些吃的 喝的都喂狗了 大人 民妇所言 确据属实 不敢有假 大人 现即已有人证 还请大人欢小的一个清白 陈氏 本官问你 你可亲眼见到 欢狼与王婆子的 银两交易了 是我亲眼所见 王婆子 你们一家去后堂 把事发当日 你们与王川所穿之衣物 以及装饰品写下来 交给唐夏 要 要这个干什么 你写下来便是了 是 来人 在 走吧 走 孙孙的 陈氏 你也一样 既然你看见了他们的交易 想必也知道他们当日的穿着打扮 不需要太清楚 有个大志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订阅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